高红颜是朝阳北票市麻有营乡党委第一副书记 派驻两年多来 他紧盯短板抓脱贫 因地质疑发展产业项目 北票市麻有营乡辣椒种植面积已发展到4万亩 是全乡的主导产业 今年辣椒价格偏低 但种植户吕景华家的260亩地收入并未减少 这都得益于村里新建的辣椒加工厂 咱们这第一个博底叫 2018年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干部高红颜 来到北票市麻有营乡担任乡党委第一副书记 他抓住破解辣椒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跑项目征资金引技术 去年建成了小乌兰村辣椒加工厂 当年生产辣椒酱2000吨 为了让没有劳动能力的建档利卡户也能稳定脱贫 实现扶贫受益叠加 他积极争取政策整合个人和村集体资金900万元 依托北票市红发食品有限公司 以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贫困户的模式 建立了大乌兰村肉鸡养殖场 养殖场每年拿出收益的30% 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贫困户增收 不仅我们村的建档利卡户都在我们这个合作社里 而且还带动全乡 共计465户建档利卡户 去年每户增收500到1000元 强挡建康基础抓项目通水电 高宏颜始终紧盯短板抓脱贫 目前全乡已新建扶贫产业项目25个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有力之称 接下来我要继续把所有这些村集体产业发展壮大起来 让村民有事干有钱赚 驻朝阳记者报道